以麗莎,這個名字長期佔據著黑市賞金烈日 綁住 以麗莎,這個名字長期在黑市上 這麼難說 大家好,祝大家身體健康 由於疫情關係,我們很久沒有做直播 沒辦法,一定要合作一下 因為聚集的那天,不單是可以自己 看到其他人,身邊的老人家 小朋友,這個最重要 所以我們都很乖乖地沒有做一齊的 實體聚集的直播 今晚先跟大家說一些 大家見慣了,也可能期待了很久的開箱 玩具堂,Brian跟大家說1比18 3.75轉可能很陌生 但大家對Experating說一定不會陌生 沒錯,其實我早在1995年 已經儲了3.75轉 當時是STARWAR 所以我重新Pick up 在通過兒時後 即是成長後 重新Pick up 儲玩具的一個習慣 就是3.75轉的STARWAR 其實最早3.75轉是G.I. Joe 但Experating模擬 而是將這個熱潮重新帶回給大家 大家認識到3.75轉的好玩地方 簡單,輕巧,不是太貴 體值不是太大 但有些細節 當然啦,如果說到細節 不記得比6或比12 但始終不同的比例又有不同的優勢 所以其實每一個比例都很好玩 尤其是當年我自己玩 就是3.75轉的好玩 就是喜歡它小時候 比較精巧 也不是太貴 所以說到Experating都很開心 大家一起看看我們今晚說些什麼 經過幾年的發展之後 有一個新系列 叫ANIX-179 跟思義聊天 其實這個其實是Experating 就是一個之後的衍生 另一個系列 另一個品牌 當然大家會理解 都是科幻,都是比18 但是呢 據我跟他談話內容的內容 聽到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 Cyberpunk風格的系列 就是說其實科幻風會更加重 比較離地一些 以及設計上 可能會風格上 近Cyberpunk 可能色彩方面又會多一些 之前的Experating 軍事化的味道比較重 也都寫實一些 可能呢 也有不同的 粉絲會喜歡不同的類別 所以我想都是一個好嘗試 又有一個基礎 1比18 所以這個嘗試我覺得 其實基本上是挺成功的 尤其是我看到他 當他的產品出到 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他的設定 大膽多之餘 除了Cyberpunk之外 也能夠更加發揮到 他的產品的優勢 以及思義設計的優勢 所以呢 可能很多我們平時在網上 看到一些Cyberpunk 或者一些科幻 軍事風 能夠更加發揮得到 之前呢 因為純軍事風 可能是集中了一些 寫實一點 顏色方面 採取一些 一些灰尋一點的感覺 但是Cyberpunk 就可以再科幻一點 鮮艷一點 我覺得就是 其實有點像 我們看傳統的Star Wars 因為三點出不出 都是Star Wars 當年一個 叫做起點之作 今天跟大家說 這個是Annex179裡面的 Elisa 嗯 好啦 不錯 就這樣拍的盒 我覺得真的挺漂亮 因為他色彩多了之餘 亦都配合 Esserine那種風格的基礎 但是呢 現在就更加漂亮了 因為他搶人家 沙性一點 我們看看他的產品 Elisa 這個名字 長期佔據了 黑市賞金列人榜 前十位的位置 接近三百年 太多數人都猜測 Elisa是一個組織的 或者是一個世襲的面青 但實際上 Elisa是一個真正的人 或者她曾經是人 她沒有死亡的恐懼 沒有生活的驚喜 度過了無數的歲月 直到人做器官公司出現 Elisa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去擺脫吸血維生的枷鎖 有機會再次嘗到 最喜愛的杯子蛋糕的味道 找到Elisa的故事呢 我就不能夠好像德哥那麼聰明 那麼即場 可以說到一個 標準 氣氛 一個差不多是DJ級的龐白 這就是作者 嘗試去解釋這個人物的過程 我們看看這個figure是怎樣 可以展示同期推出的三副 Esser Ring的角色給大家看看 沒錯 雖然是兩個品牌 但你發覺風格 依然是很重的 劉詩傑老師的風格 你也看到 Esser Ring 好像是比較沉實一點的顏色 但你發覺 色調方面 我覺得一路一路有演變 你看到最開的一隻 其實跟Alex 其實感覺是比較接近一點 當然另外那些跟傳統Esser Ring 有些分別 沒錯 一年紀王 都是有這個盒 這次這個顏色 嘩很lady 沒錯 因為這一系列 還有幾個都是lady 說回外型 我自己說 外型比例 我覺得其實是 在女性角色來說 其實Esser Ring 或者劉詩傑的設計系列裡面 其實我發覺在比例上 都會有改善 早期你會發覺 美系風格比較重一點 但後期我就覺得 咦 開支越來越 比較寫實 和Slim一點 尤其是當做女性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更加重要 因為始終我們亞洲人 對一些 像我們傳統70年來的 He-Man那種 V型身材角色 其實我們未必說 一個個都不接受 顏色方面 我發覺 它處理得非常好 我已經越來越成熟 我生產線方面 要做的顏色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做到 還有大家要 或者不說不知 其實PVC 這個1比18的Figure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PVC 做主力的素材 所以在上色之後 其實混雜其他顏色 很多時候要做到 很Sharp的Color 或者很鮮艷奪目的顏色 其實可能是有技術上的難度 所以通常一些很鮮色的 都要用棉色膠件 或者噴了Glossy的Color在面上 但這個 我覺得是有一個挑戰難度的感覺 個人觀感 創作方面 更是從隨心所欲 所以一些角色裡面 我覺得 集合了很多科幻 或者叫Figure 或者叫做產品 一些受歡迎的元素 都會在裡面找到的 但我都會和大家報告 其實關節方面可動都會好 頭方面 這個就是 你發覺我輕輕拿出來 就能拿出來 但 當它掉下來 又不會掉 所以我覺得有好處 只有有些 產品要吹風筒 才可以把它撕掉 而這個不需要的 關節方面 也是一如既往的 都是 緊配度 很不錯的 一般做到 雙關節 膝頭 手肘 都可以做到完全摺摺的 動作 看看配件 這把槍 好可愛 光線光之餘 看得到黑物很鮮 所以 啤工 現在做得越做越好 以Base 18來說 當然 這個 我們叫 拉雞 我們就不會做到可動 因為就算做可動 很容易爛 這把 槍頭 是兩把 完全兩把 完全一樣 雙槍像 第二件配件 就是 這個 最極場 斯拉伯金 以前有它的 色彩色 紅紅 配合女生 真是科幻 才可以做 還是沙拉噴 因為如果是 有些軍事寫實風 那些 傾向就不一樣 這把槍 挺傳統的 狙擊槍 這裡 由於1比18 通常都不會有說明書 因為不用這麼複雜 我看到槍 有兩個洞 可以掛前掛後 應該就 隨你喜歡 當然 如果我們要掛這邊 要把槍調轉入 沒錯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不用擔心 雖然兩把槍是一樣 但是 左右是對稱的 握了上手 都挺適合的 意思不是握緊把槍 而是手指的 配搭槍柄 是適合的 是很好 因為很多時候 產品是不適合的 它會握到槍 有時候會鬆 搖 有時候很緊 手要撐到很歪 現在這個 配得挺漂亮的 重點 就是這個頭雕 沒錯 大家一看之後 叫Elisa 沒有了女生頭雕 都挺難交代 1比18 都手指甲 這些 手指甲的細節 和手的乾燥細節 看到 所以這個頭雕 其實它的上色 是做得很精細的 這個是看著 一路一路進步的 還有顏色分明 就是皮膚肉色 和黑色的部分 我不知道它是一種 可能是金屬的 黑色的 面部裝甲 還是一些 frabrick的姿態 這個紫紅色的頭髮 還有一些 還有漸變色 所以我覺得它的上色 是做到功夫 和越做越好 以這麼小的頭雕做到 這個細節 我覺得已經是要加分 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到皮12的產品 有時候 這個精細度 可能都是 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已經是幾極致 上色下 除非有些科技上的突破 頭都挺漂亮的 我們嘗試將這個 裝甲的頭 先脫掉 然後呢 再放下去 終於明白 為何外國師兄做開箱的時候 在旁叫了 沒錯 這個女仔頭雕 是比較難急 我是這麼說的 我補充一下 是少少用力就可以了 因為我遷就在鏡頭前面 上鏡頭前面 壓下去 就很難遷就力 但如果當我拿回平時 平時玩玩具 不用很大力 當然 你說鬆著 這個頭盔的頭 是鬆一點的 這個比較緊 但如果配上真人頭雕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每一個角色都很有特質 和性格 即是變成 就真的 跟X-Ring有個明顯的分別 X-Ring的軍事風 有點不同 但它也有些主角人 即是叫主人人物走出來 但這個NX我發覺每一個都很突出 可能就真的在一個個案經驗裡 這個更加 即是個人化的表達 是可能會觸遇到更多不同的朋友 好啦 今天的評測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 比較簡單和快捷的 玩具堂 X-Ring 1-18的評測 好 我是Brian O You are watching TWICE TV 拜拜 可以玩的 我喜歡這個 MING PAO TOO 我們不想玩的 MING PAO TOO